大家好 我是林Sir Mari Kirin就是位於啟德跑道區的四波區一號地皮 在2019年3月政府用98.93億元 批了快地比匯德鋒、恆基、新世界發展 再加帝國集團合組公司 而這幅地皮可見樓面面積是722,060平方尺 平均地價是$13,701 Mari Kirin應該在第一批有648個單位 而效果是小學34 我們去到現場看 Mari Kirin的四波區二號地皮 都蓋好了 就是維港一號 一號就是啟德跑道區第一個開售的新門 由於Mari Kirin跟重建的區份 當中都隔著一個挺闊的河 所以重建它的影響是有些少 但不會太大 但這個盤選擇的特點 就跟以往的不同 是應該選低不選高的 接下來我會先講這個盤的四點 包括第一講一下 什麼是九龍灣行動區的土地用途收定 第二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有什麼單位最值得想 第三講講什麼是九龍貨倉重建 而最後會去到一個這個盤的示範單位 去突然和大家談談 看完四個部分 你就知道我會為什麼 令到這個盤選擇的策略 跟以前不同 那什麼是九龍灣行動區土地用途收定呢 其實在2013年的施政報告指出了 政府將會發展九龍灣和官航行動區 而2016年和2017年的施政報告表示 九龍灣和官航兩個行動區 可以為大家提供56萬平方米的商業或辦公室樓面 當中這個行動區的範圍為上月道、官航、妖道、委業、一大土地 並在2021年的12月 獲成規會批准修改土地用途 當中 啟福道的天橋北面的土地原本是九龍灣的廢物轉運站 修訂了之後 這幅地由其他指定用途O仔轉為商業一地帶Commercial 而啟福道的天橋南面用地原本是新九龍灣的驗車中心 和驗車中心的隔離子 即是由原本的政府、機構和社區用途GIC地 及O仔其他指定用途地 轉為商業二用地 即是又是Commercial 轉為Commercial 即是可以在商業大樓也不會太矮 自己啟福道的天橋北面的土地 就細分四幅 其最高的建築物居度 就可以為主水平基準上的120米 35米、120米和150米 而啟福道天橋以南的土地 建築物高度都可以在主水平基準的135米和120米以上 留意跑道區附近的樓 普遍不會太高 都是100米左右 亦即是望出去 其實有機會 對於頂層裏面有少少的景色遮擋 九龍灣的行動區地平 計算最高的建築高度是150米 而Miraki 批度120米 參考旁邊的維港一號高層單位 軟跳九龍灣景觀的照片 可以想像到 上海單位 享有的九龍灣都會特色單位 會比九龍灣行動區輕建的商下 又射微阻擋 當然我們相信他們的遮擋 只是屬於射小和軟處 原因是 Miraki 和九龍灣當中 隔著一條 都頗闊的河 當中亦有油品的景色 不過看深入一點 你預算由原本現在Miraki 看企業廣場三騎和Martin Place 這些樓便將會被遮擋 至於Megabox對出的警務署 九龍灣車輛購樓中心 不在修訂土地範圍之內 所以你預Miraki 開業主看過Megabox 就應該看得到 在選擇單位 留意到今次向Inner Harbour那邊 其實海景近乎永久 因為看Inner Harbour看出去 你會先看到會所 而再前一點海濱長廊 正因為這樣 不需要彈太高層 其實反過來低層機可以省一點錢 而另外 低層單位看海景反而變動不大 由於馬尾本身的樓高都是二十多層 就當你買到最高的二十多 好像剛才因為這樣說 九龍灣那邊的行動區 將會有些少樓的興建 而無可避免二十多樓的Inner Harbour 望出的景 未來都會受更高的樓遮擋 所以我們的策略 在這張價單可以選低層一點 而Tower 3 例如B室單位 它是兩房連開放廚家一個儲物室 即是可以當作三房用 開價如果以低層 其實都是1100萬左右 其實跟現在契德坊 裡面的兩房單位緊廚比較 普遍成交價都是1040萬左右 只要很多60萬現在變全新樓 加上是兩房半多間房用 還有永久海景 這個選擇是較為上算的 另外三座的J 這個是唯一一個 在這123座 這一期買的單位 可以向海景而又是一房 相對於 例如F座 在Tower 2 它向回頭看維港1號那邊 海景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那邊都是賣700多 而三座的J都是賣700多 我們就會選擇向海那邊的700多的一房 普遍來說 在這張價單 這兩類單位是多一點值得考慮 補充多一點 一座雖然這次沒有開價單 但其實一座的DEF室 說是反過來看到 另外那邊的維港開陽景 不過其實一座前面有個圓圈 這裏是迴旋處 未來會有車 它會買迴旋處的對面 其實是維港1號 換言之 一座的DEFG 將來我警官 其實先會被維港1號遮 而再遠一點 就會被近 維港開陽景的新起地皮的樓 遮擋到它 至於 二座和三座 如果是例如CDEF 或者三座的DEF 可以看回車路 車路雖然有隔音瓶 但隔音瓶上面的空中花園 相信看來是微觀 但始終的景色 暫時是看到維港景 但將會被扭車說 所以都是選到Inner Harbor那邊 是最穩陣的 除了九龍灣行動區之外 今年2月 承規會批准九龍貨倉重建住宅 九龍貨倉位於商業二地帶 原本早在2010年和2011年 承規會批准九龍貨倉所在地轉住宅 不過去年8月 九龍貨倉業主匯德豐地產 就是承規會提加新的發展方案 原本發展方案 興建七棟住宅大廈和兩棟零售物業 共興建七八八四貨住宅單位 但新的方案 再起多些 希望提供多成千個 17812貨住宅單位 話說回來九龍貨倉如果去過的 其實它旁邊就是香港兒童醫院 加上正在建的急診室 你說客路將來一定會有 說說九龍貨倉現在 樓高13層 顯然未有用盡 承規會批准的最高建築物水平高度 可以升到100米 理論上九龍貨倉重建之後 高度都大至100米 所以如果望向九龍貨倉那邊的單位 那部份的單位如果你要買 就要留意多一點 至於九龍貨倉後面的啟匯 樓高是主水平基準上 136.45米 原本已經凍在 所以 啟匯那裡 一定會遮擋到部分避風塘的景觀 即使啟匯業主申請重建 變成兩棟28層高的大樓 但由於九龍貨倉 都在前面遮擋 而且不會矮 所以 將來啟匯那邊望向避風塘 就有少少遮擋 我亦去了示範單位看 先是一個有裝修的兩房單位 你看這個盤的特色 就是一個樓台都頗大 而且真是一個用得到的樓台 因為它 可以將環保樓台 加工作樓台拼在一起 它的樓台的大 令我想起 像加坑灣那隻樓台那麼大 當然這裏是新樓 一直 可以在樓台打壓麻雀 而看著維港 Inner Harbor 景 都確實頗輕鬆 回到進來 其實以兩房來講 普遍它的樓台開積比較大 而且都沒有多餘位 我查過 其實 在這個1,2,3排開的單位 不要只說這兩房 其實1,2,3房的積 都是開得正常 沒有什麼古怪的積 再跟大家去到一房的清水房 看 其實我感覺 好像覺得樓台都適合用 幾場 原因都是因為它的樓台比較大 而它的樓台 鑑定位置 將廁的空間應該會比較大 加上交樓標準 其實都是由白色油為主 主因因為它的樓台 隔壁 還有一半的窗 即建議座位置夠多 配著白色油就一定精神 這些無論是新樓盤 或放樓盤的時都要留意 始終這家屋光碼一定有好處 而另一家屋光碼 主因也是窗位夠多 或是家前有個露台 配上白色油 這些最基本的東西就不會輸了 今集介紹了很多資訊 想跟我們進入非抽身盤 或者知道我們多點 抽身樓送延伸的服務是什麼呢 這裡有兩個QR Code 一個就去我們介紹抽身樓服務的網頁 另外一個加入Telegram群組 你可以兩個都做完 得知我們的資訊 下次再談談其他盤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